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周的桃园生活 农历新年快要到了 今天特别和大家分享 小时候过年妈妈一定会做的年货 花生糖 无需瓣芽糖,不用油也不用水 只需要两种原料,做法非常简单 准备花生米250克 选择导热性好的锅子 先把花生炒熟 炒汁的过程中手要不停地翻动 以免糊锅 炒汁花生表面有微微的焦黄色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自然放凉后我们给它去皮 准备翻形的母具一个 铺上烘焙纸备用 同时准备一个平底的容器 平底锅里直接加入白糖160克 开中火炒至白糖融化 完全融化后转小火 熬煮成漂亮的焦黄色 马上倒入准备好的花生米 快速搅拌均匀 尽量让每粒花生米都均匀地沾上糖浆 搅拌均匀后 关火 趁热盛到准备好的容器里 利用勺子将它快速摊平 盖上烘焙纸 利用平底容器将它快速 按压紧实 稍等一分钟表面不粘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切花生糖了 这时候花生糖虽然定型了 但还是比较柔软的状态 在这个档口来切它就会比较容易 不会费劲 根据个人喜好 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和形状 方形的 长条的 或者菱形的 都可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款 古早味的花生糖 不但做法超级简单 而且口感也是相当不错 甜甜香香脆脆的口感 是小时候过年最爱吃的年货之一 根据个人喜好 大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 添加芝麻或者果干 来变化出不同的口味 喜欢的朋友就动手做起来吧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